我們今天來聊一下傳統命靈學三一命相 這五種技術裡面 一般目前為我們所熟知的 就是算命還有風水 很多人覺得說風水很厲害 它可以改運可以幹嘛 教你家裡面要擺什麼東西 然後你就可以一次之間飛黃騰塌等等等等 真實的情況是 所謂的風水師他必須自己本身至少精通 一門命靈學 不管你是守指揮還是守八字 三星當然也可以 在風水上面來講 風水的真正的起源是來自於人 他在對於他的居住環境的了解 一個人他居住環境如果有問題 當然就會影響到他的作息 影響到他的生理狀況跟心理狀況 這個人不斷的生理狀況心理狀況都不好 另外一個人都吃得好睡得好 自然而然在正常的情況之下 另外一個人一定會運回是比較好的 所以說其實風水學 從一剛開始的起源就是來自於 人對生活的需要 怎麼樣的環境會讓你覺得住得舒服 怎麼樣的環境會讓你覺得住起來開心 那再更進一步呢 他在討論說 不是住得舒服就好了 我如果住得舒服 我每天懶在家裡面不想出門 可是我現在卻負債好幾千萬 我要每天認真出去工作的時候 你再睡在那個荊棘上面 你可能會比較認真一點 趕快環境再用 其實所謂的風水學 他真正在討論就是這樣的情況 你到底什麼人 你現在需要的到底是什麼 我們用生活的環境 來幫你從心理到生理行為上面 能夠認真的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幫你達成你的目標 這才是風水學最根本的含義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很了解 這個人到底需要什麼 我們才知道他需要住在什麼樣的地方 所以並不是所有的好風水都適合每一個人 或者是說 不是所有的房子都適合每一個人成為好風水 因為要量身訂做 那我們要知道這個人到底適合什麼樣的風水 我們當然要對命理學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我們才知道說 這個人在這個時間點的運勢狀況之下 去調整他去避免了他有的問題 因此啊所有的風水師一定要懂命理學 而且要跟命理學做搭配使用 回過頭來看 我們怎麼從抖數盤上面看得到 你這件問題呢 實際上是受到風水的影響 實際上在抖數盤上面嘛 我們常常發生一個情況就是啊 你在盤上面 其實看來看去並沒有什麼很明確的問題 檢查起來我就是沒有什麼問題啊 可是為什麼今天一直在破財 而且不只我在破財 我老婆也破財 我媽也破財 我爸也破財 通常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懷疑 其實是你家風水有問題 全家都中了 再加上你的盤上其實沒有明確的跡象 可是你卻無由來一直在消耗經濟等等的 這時候可能就是風水有問題 抖數盤上面怎麼看呢 第一件事情 你家家宅本身風水有狀況 那怎麼樣去判斷家宅風水有狀況呢 運線的子女跟田宅宮上面有煞或者是季 尤其是陀螺星畫季情陽 陽跟陀這兩顆星畫季是最明確的 你居家風水上是有狀況 那居家風水上有狀況 是不是一定影響我呢 坦白說其實不一定 這就是為什麼同樣一間房子 除了風水學上面談到的 它在風水上面會去依照方位影響家宅內 各種不同的人口之外呢 有一種可能的情況是啊 家宅內那個風水對所有人都是有問題的 譬如說住宅大的對外的窗戶一定是朱雀位 那朱雀位一般來講指的是年輕的小孩 或者是長女或者是往來的賓客 可是這個家中只住老公跟老婆 那這個朱雀位算誰 這朱雀位合理上面來講啊 可能兩個人都會碰得到 兩個人也都在工作 那兩個人也都相同的跡象 所以當這個朱雀位上面出了狀況的時候呢 照道理來講兩個人都要受影響 但是很奇怪的是 卻只有老公受影響 老婆不受影響 或是只有老婆受影響 老公不受影響 原因在哪裡 原因在於說啊 這個房子的風水的狀況呢 影響了老婆比較多 而影響老公比較少 或者是老公在當下的運勢強運 任何妖魔鬼怪來他都不怕 但老婆沒有 老婆剛好在倒霉的時候 風吹草動 他就受不了 他就有問題了 我們實際上呢 你就會發現說 在同一個狀況之下呢 風水不見得會影響你 那同樣的情況 你很倒霉也不見得受風水的影響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命盤來去做分析 你到底是不是這個問題 所以第一件事情 看你的紫田線有沒有狀況 那第二件事情呢 還是去判斷 這個風水是不是會影響你 在判斷紫田線這件事情的時候 要怎麼判斷呢 第一個呢 要看運線的紫田線 流年的 流月的 大線的紫田災工 風水的影響呢 差不多要三個月到一年 他會正式去影響你 如果說你在幾個月之內一直在搬家 那你的紫田上面那個殺季 很可能就是你在搬家 那跟風水沒有關係 所以你要住一段時間 然後呢 開始覺得有點倒霉 然後再看到你的流年紫田線有問題 這個房子已經住八年十年了 住在房子這個八年十年之內呢 家中一直在出問題 那這個有可能就要看大線的紫田 首先先確認這一段 好 我們家確實的風水有問題 然後再確認第二件事情是 這個風水是不是影響我 那這個風水是不是影響我呢 就可以確認到說 我如果看的是流年紫田 那我就看我的子女公 或是田在公 公肝有沒有產生化劑到我的哪個公位 譬如說他的公肝產生化劑在我的浦役公 我因為這個風水有問題 所以呢 那個最近常常朋友吵架 這件事情你不見得會有感覺 可是如果化劑在財博公 或者是子女公化劑進行田在公 這會造成破產 或者是到官路公 造成你在工作職場上的問題 或者是到夫妻公 夫妻一直吵架 那你比較會有感覺 那你就會知道說 原來我住進來之後呢 我常跟我老婆吵架 我明明就很愛他 他也很愛我 這我常跟他吵架 因為那個夫妻公上面 滿滿的桃花心 然後感情很好 可是呢 卻一直跟他吵架 那可能就是風水的問題 因為你的子女跟田在公化劑進去 你的夫妻公 比如說你的夫妻公有個巨門 田在公公肝為丁 丁造成巨門化劑 所以田在公造成 夫妻公類的巨門性化劑 風水造成了你們兩個人常在吵架 這個是一種 那除了這種呢 還有岸河公 你的田宅公跟旁邊子女公 剛好臨近 或者是說呢 你的田宅公 剛好跟你兄弟公是臨近的 那他在盤上排出來的時候 剛好是兩臉相拎 不能是上下 然後呢 剛好這個有上 那就影響到旁邊的公位 這個也有可能 第三種呢 就是啊 你跟老婆吵架 可是呢 你的流年夫妻公 下面疊的是大姓田宅公 而這個大姓的田宅公呢 本身 在流年的夫妻公沒有進來之前 他就已經有煞忌等在那邊了 那這個也是 坦白講 後面這段已經有稍稍複雜了 但是大家記得一件事情 你就要先檢查 風水有沒有問題 最快速的方法是看看 紫田縣的公幹 有沒有劃忌進去相關公位 那這樣子就表示他有在影響 如果沒有呢 那就沒有了 也不見得要去擔心這個事 這個是我們從 斗數的角度 來去看他跟我們風水的關係 然後呢 來去看看風水對我們是否有所影響 最後一項 風水學它其實已經是在 三星面相譜裡面 已經屬於改運的階段 已經屬於透過外界環境的影響 來去調整你 然後來去改變你 造成你自己的運勢會不同 那我們以斗數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大家就會知道說啊 稍微有了解人都會曉得說 紫爾斗數的12公 他基本上的那個順序啊 彼此的位置啊 是固定的 命公的順時鐘一格一定是父母 命公的逆時鐘一格一定是兄弟 所以呢 命公的順時鐘 123一定是天宅 斗數呢 會有固定的星曜牌法 所以說你如果今天是去門蹤命 對公是天積 那你的天宅公一定是五曲跟七殺 那這個是固定的 這也表示說什麼呢 因為啊 當我們在運線中間 我們可以透過命盤 可以知道你的居家環境狀況是什麼樣子 譬如說 你在運線的當下 你的天宅公天積 然後對公是巨門 那通常你的居家旁邊呢 會有水池 黑洞 會有電線桿 枯掉樹枝 或是樹林等等 會有這樣的跡象 這也就表示說 如果說我去更動分寸的狀況 因為它是連動的嘛 這個公圍的星曜被變動 連帶的造成其他公圍的星曜也會變動 自然而然 我就被改命了 詳細的改運的方法跟邏輯跟知識 其實它有一套非常嚴謹的學理 讓我們清楚知道說 怎麼樣可以透過命盤的了解 然後去使用我們該有的改運工具 如果有興趣呢 我們就繼續跟大家聊這方面的議題 謝謝大家 我們要不要忘記了 今天我們要忘記了 為何我們打開 我們要忘記了 每一個小姐姐 夏天 曹富 前一樣 我們要忘記了